今天要走淡蘭古道的北市溪路段 出發 淡蘭古道是清朝的淡水廳 到葛瑪蘭廳之間鮮明往來的交通要道 近年政府和民间有心的人士 以手做工法修复 让淡蘭古道能够重现它往日的风采 今天要走的是湾潭到北市溪的路段 小桥流水瀑布 还有一大堆原生的植物 绿意盎然 这古道真的是美不生收 早期没有桥梁的时候 居民会在河道摆放石头 以跳石钉的方式渡河 惊险刺激 河水清澈见底 小鱼就在脚边游来游去 溪水透人心脾 真的舍不得走 这独木桥是用三根大竹子捆绑而成 桥下潺潺流水 这一段古道真的是太美了 你一定也要来体验一下哦